你看我後面這個綠幕,我還有一個欄目 其實我今天有帶三個啦 還有一個,我後面這個是比較大一點 就是它的那個布是高度是300公分 它寬度我把它就是弄長一點 600公分 所以這樣有時候我們要兩個人或三個人 就可以同時附近 那如果像這一個是我最早的就是一個人 這樣就一個人了 就比較小一點 但是呢,你知道那個 電腦要給我包 我買這個的時候 我也是有電腦在那裡 所以電腦也要給我藍目綠幕 我們為什麼要用藍目綠幕 這只適合拍人 因為人身上這兩種顏色最少 或者應該是最沒有 你如果是拍其他東西就定當別的問號 就好像說聲明一下有沒有 那所以拍人的話 以藍目或綠幕為主 那當然現在比較多都是綠幕為主 可是其實拍片的時候不一定 因為有時候他們的道具 或場景 有一些就是比較偏綠色的 他就需要用藍目 好,這就要看 但是呢 這個貴不貴? 不貴 我為什麼要特別講一下 是因為 我 今年 今年吧 去那個東武 城中去那邊上課 那老師他們就買了這個 但是我這個沒有供給的行為 就是 他是網路上這樣直接買的 直接買的 那這個呢 比較大 可是我發現說 我們用OBS 去用的時候 去備效果反而沒有很好 可能是因為光線啊 或者是那個 所以就覺得說 欸這樣 好像 反而不適合 那所以我當初去買這個布幕的時候 其實我是 帶走了 NoBook去的 戴著嗎 NoBook啊 筆記型電腦 跟老闆娘講 說 我可不可以挑一挑 我再來買 哈哈哈哈 欸 因為 我剛剛 我挑了大概 差不多快十款吧 我剛開始看了可能覺得 欸那個顏色還OK 可是我直接在那邊測 就覺得效果不是很好 我就跟老闆娘說 換了很多地方 還好 但是你不要挑那麼人很多的時候去好 我去布裝買 我們在這邊應該也有很多布裝買 欸 有一點 就是你可以去 對對對 可以去那邊去找 你找這種 螢光 綠或螢光藍 就OK的 最好方式就是 你都不可以裝好 OBS 去那邊 老闆 我給你看看 但是不是我OK就可以 要問我電腦會不會OK 呵呵 呵呵 這樣你就可以馬上試一下 因為 這個的話是450塊 便宜吧 嗯 那你只要搭配一個網路攝影機 是就可以 不過說這個 網路攝影機我建議 是好一點 我給同學用那個 800塊 就是一般的 你一般NOBOOK上的 也通常不會太好 那 那個 我現在用的前面這兩個 是有廣角的 還有立體聲的 所以你會發現 我雖然坐蠻近的 但是 還是會還可以照到 就是大概上半身 你說一般的 頭就會比較大 所以 老實或同學應該都知道 自拍 最後的結果就是這樣 頭很大 哈哈哈哈 所以 因為沒有廣角 所以為什麼很多 都要加一個廣角鏡 才不會覺得那麼大一顆 好 那像這樣有效果就還不錯 效果就不錯 這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如果你要買的話 可以蠻好一點的 這樣 整個突然一下 那你也可以看到我 左手邊 那個舌管 這個 我看一下 我應該還有 老師我剛剛有沒有聽錯 你說800塊 蛤 這個攝影機 對對對 800塊 真的嗎 蛤 800塊 800塊是一般的 網路是很一樣 我前面這個是3000多塊 對對對 比較好一點 真的有差 那這個是舌管 舌管就是 可以這樣凹來凹去的 有些人會用那個自拍架 對不對 自拍架 或我們這個腳架 雖然也可以 但是因為你要 像我這個 我常常需要 調不同角度 我就可以彎一下彎一下 而且我在哪邊 是不是夾住就好的 比較方便 反正有些用架子的 還不方便 因為你要調角度 有時候那個 靠不進來 所以我就會用這樣子 這樣 我在取景的時候 比較方便 好 我會不會看你是要取景 那 平常是比較少 直接 就像你現在看到這樣 直接面對面的 我平常上課 因為不會 就搞乾嘛 我都是用這個角度 這樣 就是有點 側面就好了 不是說哪一面 比較好看 只是 同學比較不會有壓迫感 好嗎 我這樣看著你 你就覺得 喔 上課好嚴肅 對不對 反正老師沒有眼睛跟你交對 那你就覺得 比較好一點 OK 所以這個是跟老師 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你的設備的部分 都是 可以 不用花太多錢 當然你要更好的 確實收音 或者是那個要 真的要好一點 會有差 還要多 不要 嗯 對 我 對 我